春秋繁露,福之相,天地之生万物也已养人,故其可适者已养身体,其可威者已为荣福,礼之所谓同也。 剑之在左,青龙之相也。刀之在右,白虎之相也。 福之在前,猪鸟之相也。 冠之在首,玄武之相也。 四者,仁之圣事也。 福能通古今,别然不然,乃能福此也。 盖玄武者,冒之最严有威者也,其相在后,其福返居首,武之至而不用矣。 圣人之所以超然,虽欲从之,莫游也矣。 夫之介咒而后能聚敌者,故非圣人之所贵也。 君子显之于福,而永武者消其之于貌也矣。 故闻得未贵,而威武未下,此天下之所以永泉也。 于春秋何以言之? 孔父一行余色,而奸臣不敢容邪,于有功之其,而县功为之不媚,尽力之强。 中国以寝师流血不已。 故武王克音,避免而护。 虎奔之王说见,安在勇猛必任武杀然后卫。 是以君子所服位上矣,故望之俨然者,亦以致矣,岂可不察乎。